2月23日上午,因路面结冰,苏州工业园区一高架路段上百台车辆碰撞,至少9人受伤。 车辆受损严重,个别车辆冲上其他车辆的车顶。 23日上午7时许,苏州工业园区一高架段发生车辆碰撞。 新京报旗下我们视频23日称,因道路结冰,苏州工业园区新港街高架段发生百余台车辆碰撞事故。 部分驾驶员,乘客受伤,暂无人死亡。 截至9时,现场事故仍在处理中。 23日中午,苏州市公安局园区分局发布通报称,事发地在苏州工业园区兴唐立交为新路段,事故导致9人受伤,其中3人送医。 杨子晚报旗下《紫牛新闻》称,一位住在苏州工业园区的车主说,早上从苏州工业园区开车道向城区上班,在高架上行驶时, 感觉与以往不同,路边滑,不敢刹车,非常紧张,心脏都抽紧了。 下高架后,一手心汗。 网传视频显示,大量车子坠尾碰撞,挤压在一起,有的个别车辆冲上其他车辆的车顶,受损严重。 大陆网民表示,看了视频,惨烈。 这个吓人,刚刚刷视频,看见好几个人被撞了,还有一名交警,希望他们都没什么事。 被撞飞的交警怎么样了? 看到有个交警和一个女生都被撞飞了,还看到一个担架上面的人整个被包起来了。 早上迟到了一个小时,高架都不给上,无锡高架全封,全是迟到。 同为江苏,人家停课的停课,调休的调休,苏州学生打着初溜都要去上学,今早的宋娃璐是真的好滑好滑呀。 下得像是县,都是冰珠子,不是雪,下来就成冰了。 苏州是下刀子,都会上班上学,不止一个高架,兴堂街,兴港街都是车祸,希望所有人平安。 这种天气能不能就是停工,停学,人的安全最重要。 这不是天灾,是人祸,是失职。 完了,也不知道是五楼,六楼,还七楼,着火了,整栋楼全部是烧烈了。 2月23日凌晨,江苏南京市宇花台区明上西院六栋发生火灾,多个楼层同时燃烧,呼救声一片。 中共官方宣称,只有四人死亡,外界普遍怀疑实际伤亡人数可能更多。 楼层住户表示,当时匆忙从楼梯往下走逃生,鼻孔里都是烟灰,见到电动车起火后蔓延开来。 23日,南京消防通报,23日凌晨四十三十九分,街道报警称,南京市宇花台区明上西院六栋发生火灾。 大火一直烧到约六十许,明火被扑灭。 23日,网上传出多个视频显示,凌晨时分,南京市宇花台区明上西院六栋高层住宅楼燃起大火,从一楼烧到顶楼三十多层,多处冒出浓烟。 多个起火点,大火熊熊,楼下消防车灯光亮成一片。 到了早上,大火基本熄灭,多个楼层仍在冒烟。 当地网民爆料,起火时好多人叫救命。 当地人说,起火原因是24楼电动车着火,一楼电动车也在爆炸。 现场视频显示,黑夜中一栋高层住宅楼多层着火,大火燃烧,居民家中仍有灯光。 即使天亮后,明火已被扑灭,但仍能见到高楼上多处冒白烟。 事发楼栋一住户,向急目新闻表示,她住小区六栋十五层,发现起火是在四十三十分许。 因为当时是一楼架空层的电动车起火,她最后从楼梯走到地下停车场逃生。 六栋一单原名女士,华姓,表示,起火的六栋有三十多层,她是较早跑出来的。 她先生听到有人喊起火,开窗后发现到处都是烟,两人就走楼梯逃出。 她也见到是一楼电动车充电处失火,然后楼上跟着着了。 着火同楼洞的一位居民向大碗新闻说,当时听到楼下有人喊着火了,就醒了。 醒来之后,发现房间里都是烟,然后赶紧从楼梯逃生。 她说,鼻孔里都是烟灰。 着火同楼洞的一位居民向大碗新闻说,当时听到楼下有人喊着火了,就醒了。 醒来之后,发现房间里都是烟,然后赶紧从楼梯逃生。 她说,鼻孔里都是烟灰。 有人在微博相关话题下留言说,应该追究电动车主的责任。 但是有反对者说,你确定你没病? 追究电动车主的责任,你怎么不追究生产商的责任,追究工商管理部门的责任? 电池应该能经得起暴力测试,才能投入商用。 还有人质疑居民的电动车起火说,这么多着火点不是电动车吧? 我就想知道,为啥隔这么远也会着火。 另有一次该楼居民留言说,并非电动车引起,七杠八楼是什么燃气管道炸了。 当时砰的一声爆炸,以为是谁爆胎了,后来对面人叫起来了,才发现是着火了。 要是半夜没人发现,简直不敢去想。 休息下来吧。 感谢观看